我在路上有好几个,有饭店的大哥,还有路上的大娘大爷 不要钱,给我免费充电,免费吃饭 我心里,我都发到微信朋友圈里 李建国你成功了,心里需要赶紧回去报答他们 很多人帮助他 有这个感应的心就错不了 必须帮助大家 你是什么时候从家里出来的? 到这儿有四天,然后在路上有两天,这是六天 然后在大爷哥那儿有四天,正好十天了 十天了,对 那你现在出来做这个,你家人怎么讲 他们对你做这个,是有理解吗? 我姐妹吧,他们有理解的 然后我父母没有文化吧 他们管得多一点,感觉应该出去打工挣钱 有看不惯我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现在最需要的还是文化 他们该听得听,不该听得听 但是我们的事业不能放弃 你为什么想找人合作拍视频呢?这是什么初衷? 传播正能量,传播真正的正能量 然后首先要让自己强大 然后能团结人 其实我也非常注重钱 但是 但你给我的感觉就是先把自己做好 对,必须先把人做好 年龄也不大呀 八五年 其实就看成,这个成败来说各方面嘛 哎呀,我真基本上都快老了 这几年如果再没有辉煌的成就的话 身体数字啊,各方面就逐渐的往下下降 就是说这几年,去年上半年是干水果蔬菜,农产品,粮食 然后赔钱,然后就搞这个精神粮食,转换成这个 就是说都是对人最主要的,那个是让人身体好 这个是让人身心健康最主要的东西 哎,拉面哥是让人吃好喝好 我是让人,对,他给人力量 我给人智慧的力量 我住,我住车里,两米可以住开 然后这里面有两个朋友,我们,我们在一起,就是经常交流 经常交流那个,他说,这样太辛苦了吧 他说要给我交钱,交给那个房东,我说别交了,你们挣钱,他们挣钱也不容易 你这车里边这么小,你怎么睡啊? 两米长了,可以睡开,从那角到这儿有两米多,然后我呢 前面的座子能放吗? 可以放对,可以放平的,这个坏了,需要从两面,从里面开 那你怎么进去啊? 就这样,我门子留了一点缝 哦 那个 他说要给我交,我说不行,我自己可以在车里住,没问题 这个座子可以放的钱啊? 对,可以就是把椅子跟那车的背椅是一样的,可以放平 你这晚上也很冷吗? 天气差不多好了 那你每天在这儿,你吃饭怎么吃? 吃饭就是,有很多就是我给朋友免费的,他们也有给我免费吃的 前天那个姐妹她在这儿给我做了大饼,我们就是相互帮助吧 我自己今天的钱吧,够吃了,就是基本上今天就够了 就是说今天上午,上午,然后收入的,今天开始转好了 这一种是卖30到50,我让他们随便给,刚才那位大哥他给了我40,我也很开心 就是你没有说定的价格,我让他们随便给吧 对,上半年去年是干水果,然后这半年去年的下半年就天天在房子里写,基本上不出门 对,主要的是,主要专业链是这半年也不过半年的时间 从小,小学的时候我就喜欢,喜欢家里人写字我就写,成年过节的时候,然后写一下,没有专业的写 精神量是能让人有智慧,力量更大,所以说,可能整天只吃饭不学习 所以说,弄点字画,甚至我可以免费送,你不能没有字画 今天没苦,明年来那也行,就是说,不能没有 先点免费送吗? 先点可以免费送 你好意思,好意思要吗? 好意思要吗? 好意思,为了假听,没有文化,很可怕 他就没有文化,他非常可怕 对啊,很可怕,所以说,让他不可怕 所以说,让他有了文化以后,他就越来越像个女人 哈哈哈哈,没有文化,我再结好,这事要认你这是个女的哈 越来越像个女人,哈哈哈哈 有一句话说的,就是一个名人说的 美丽,是女孩的灾难 智慧,是女孩的威士 所以说,你用文化来保护你 你没有文化 你挺口音,不像这么的,哪里的人啊? 在我旅行的路上,其实不光有美丽的风景,还有形形色色的人 我喜欢用镜头记录他们的故事 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故事,那就关注我吧 我是流浪傻妞,一个喜欢倒是去流浪的傻丫头